今天随著東北季風減弱的關係 各地溫度有稍微回升一些水氣又減少 大多都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整體表現很溫暖舒適 但是呢今天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雲亮依舊偏多 還是可以看到陽光露臉 其中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區 宜蘭還有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花蓮依舊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雨勢出現 不過整體的降雨強度不大 而且範圍也很小 那雖然說東北季風減弱的關係 但今天清晨夜間還是偏涼的 全台各地低溫平均是落在 18到20度之間 那麼到了白天溫度會稍微回升一些 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平均是落在24到26度之間 中南部比較溫暖一點 大概在29到30度左右 那麼明天的天氣型態呢 跟今天還蠻類似的 整體來說水氣減少 溫度又會再稍微回升一點點 主要降雨是集中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區宜蘭還有花蓮 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過入夜之後呢 隨著南方雲系北移的關係 再加上東北季風會再度增強 因此呢這個週末兩天 禮拜六禮拜天 銀風面的北部東半部還有 恒春半島降雨機率又會提高了 尤其提醒大家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區還有宜蘭 依舊不排除會有直步大雨發生的可能 那麼中南部地區水氣也增多 雲量偏多 山區也可能會出現一些零零星星的雨勢 提醒大家了這個禮拜呢 介紹來幾天天氣變化是比較大一些 尤其北部跟東部的觀眾朋友 外出的話還是要攜帶雨具備用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一塊來關心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屏東28-32度 上半天還是比較舒適溫暖的天氣型態 東部地區宜蘭22-23度 花蓮26-28度 台東26-30度 直部地區依舊會有一些零星雨勢出現 外島地區連張21-22度 金門23-27度 澎湖24-25度 最後小地您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白天溫度稍微升 不過各地夜裡依舊偏涼 還是要注意保暖呢 另外在北部跟東部地區 會有一些局部零星雨勢出現 外出記得帶拔傘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姿勢